原紅軍質詢,尋答時間30分鐘 謝謝主席,主席又請毛院長 請毛院長 議員好 院長好,再忍耐30分鐘 這個 每次在市政總質詢的時候 我都會回想 大概以前都講了些什麼 那剛剛我坐在那邊回想了一下 其實我已經14年 在這個地方已經站在這個質詢台 從歷屆的院長的質詢 大概已經這一次是第27次 那27次裡面其實每次講的 究竟它的效果如何,意義如何 其實有時候想一想 真的實在是不知道從哪邊說起來 不過院長 我想我們都非常熟悉 我們先從最近的幾個議題 我們重新再把它翻出來再講一遍 像最近缺水的問題 缺水的問題喔 我叫我助理喔 把我當初談的缺水問題的資料拿出來 這個是2005年的資料 這是當時的2005年 我在市政總質詢所講的話 這個當初我們先從水庫看起 那水庫的這個淤泥的問題 水庫淤淺的問題 這個問題其實我們以前就看到這個問題 那從當初的民國92年 那從當初的民國92年 它的將近它的累積 累積的這個量大概2億 將近3億萬立方公司 然後到現在 到現在將 現在的量喔 等於就是說 到現在等於是 不到1%的淤泥量 到現在的33% 那 水庫的容量 其實對我們整個的 我們台灣的民生用水 包括農業用水 工業用水 其實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們先從它的源頭看起 那這個已經將近10年的一個過程裡面 我們看到束手無策 完全對水庫的問題 因為我們現在沒有辦法 台灣的環境 台灣的地理環境 包括它的政治環境 已經沒有條件讓我們再蓋新的水庫 現在最新的就湖山水庫 那你現在在這種狀況下的時候 已經這樣子過來這10年裡面 我們看到水庫的問題 它淤泥的問題 我們等於是束手無策 那你現在等於是 少了將近1 3分之1的容量 你難怪 難怪動不動就缺水 那我們只能期待老天趕快下雨 那當然原先的水庫設計也有它的問題 你原先水庫的設計 包括它的土砂口也好 包括它的排水的 它的位置也好 當然也有它的時代跟背景的轉變 那這個單一水庫 現在這個樣子 已經9年前講的話 然後到現在 反而更加的嚴重 那我們的行政團隊 針對這個部分我們是怎麼樣的 有沒有什麼樣的一個效能看法 是 我想這個跟委員報告 這個 水庫的清淤事實上有三條路 我想這個委員很清楚 那我們過去就是說 可能有很多的地方是 利用枯水的時候去挖 挖廚 那這個當然持續在做 那另外呢就是說這個 就是在還有 仍然蓄水的地方 能夠抽淤泥了 那事實上效果最好的應該是 放流 那我現在 我起碼最近在十分水庫看到的 那麼十分水庫大概是屬於這種 放流的方式 做得最好的 那它現在在上游 在差不多中游的地方 它要打兩個隧道 將來就是 在這個水位高的時候 它上也可以放 我會認為說像這個模式 起碼照我的觀察 跟水滴署跟我講 就是他們這一部分的這個清淤 有十門水庫這個模式 他們希望就是像這個模式 能夠再擴及到其他的那個 那個水庫去 可以把這個清淤的效果 清淤喔是單一的方向 當然我們還是要做 可是依現在它的成績量 跟我們在清淤的速度 幾乎是趕不上 那這個其實 以前我們就一直在檢討的 就是針對高山的濫啃的問題 我們現在看到水蜜桃很好吃 我們看到高山蔬菜很好吃 就是上游水土保持的問題 那上游的水土保持 從921大地震以後 整個我們台灣大地受到勞動了以後 那你針對這個部分 其實它的潛在的 本來就是已經非常嚴肅的一個問題 可是你也沒有辦法去把它根治 你的整個高山的開發 我們看到清淨農場的過渡的開發 我們看到整個高山植物的開發 那這一些長期以來 我們上面的藍沙巴 你去看石門水庫上面的藍沙巴 它幾乎完全已經沒有用了 效果沒有了 那你現在你光在清的速度 根本趕不上它下來的速度 所以你的問題是出在這裡 所以你會越積越多 所以我今天跟院長講的就是說 其實我們現在水庫 只是單一看到這個的問題而已 那我們要怎麼樣的魄力 去針對這個問題去解決 而且這個是長期的問題 這也不是短時間的問題 可是這十年來我們看到了 它沒有 不但沒有去減低 反而是更加的惡化 這個才是我們要去檢討的問題 我今天是再把問題點出來 是 我想院長你應該會去 再去探討它的問題 然後這個才是我們要看到的問題 好不好 好 那從水庫我們再來看到管線的問題 再來水管線 這個也是我2000 這個也是我2005年 在施政總指定講的話 不過跟委員報告了 起碼現在這個數字漏水率 現在已經降到17%多 17%到18% 這個我知道 因為當初講了以後 好不容易預算才進來 是是是 那預算進來了以後 我們的漏水的問題 其實長期以來我們看到的就是說 其實我們為了要自來水普及化 其實我們以前大量用的都是塑膠管 那它的真的有延展性的鑄鐵管 那這些管線的問題 其實我們台灣喔 我們台灣如果水 水質從那源頭自來水 自來水長出來的源頭 我們是可以生飲的 可是經過管線到我們家以後 我們變成不能喝了 對不對 然後還有很多是日據時代 留下來的管線 我們現在如果以我們自來水公司 用它的圖去炒 搞不好連一些管線在哪裡也不知道 這個是我在2005年講的 好不容易編了預算 那預算出來了以後 可是我們的努力夠不夠 現在當然我們可以講 18%或許比別的國家還好 可是你比日本新加坡還差了一大截 日本的話它3% 新加坡6% 我們現在等於我們的漏水 我們一年還6億立方公尺 6億立方公尺等於兩座水庫了 是不是這樣子 那這個時間從2005年到現在 我講的到現在也9年了 可是它的速度非常的緩慢 我們如果真正要去的話 真正的針對這個部分 問題出在哪裡 癥結出在哪裡 為什麼速度會這麼慢 去把這個問題找出來 把水庫的問題找出來 把管線漏水的問題找出來 至少這兩個問題可以大幅的 來對我們的水的 水的我們的資源的運用 至少可以節省很多嘛 是不是這樣子 是同意 好不好 就把這兩個問題 先去把它徹底的 去把它重新再探討一次 已經講了9年了 那為什麼它的管線的漏水 它的從 才通到20幾%降到18%吧 差不多吧 可是它的降幅的速度 坦白講非常的慢 是預算不夠 還是人員不夠 還是怎麼樣的問題 實質的問題是在哪裡 那還是在這9年裡面 只是應付式的慢慢的做 這個都是我們要看的績效的問題 是不是這樣子 從水庫解決 從管線漏水解決 從管線漏水解決 先把這兩個問題解決出來 解決出來以後再來談 我們看到的 我們一般的民眾 對於水 它的珍貴性 它的看法是怎麼樣 像我們現在一般 一般的百姓 我們大概 一天是多少 200 平均值 每日的生活平均值 大概是270公升 這是我們台灣的 這表示什麼 這表示我們台灣的百姓 對水的這樣一個資源 不懂得珍惜 這也是現實問題 我們的國際平均值大概是250 如果我們把270降到250的話 你可以去省多少水 可以將近省 等於是省了一座十門水庫 等於蓋了一座十門水庫 你只要把每個百姓用水的平均值 270把它降到250的話 降20公升的話 等於是多蓋了一座十門水庫出來 那你怎麼樣的去讓百姓去節水 那這個我們就要去 行政團隊我們就要去探討的問題 有幾個方向 這個就是我們重新再談到水價的問題 現在沒有人敢碰這個水價電價 上一次的一個 我們的馬總統碰了一個電價以後 灰頭土臉的 從那時候民調開始一直掉 可是現實的問題我們還是要去檢討 還是要勇於面對 我們的水價現在原廠處理一度是11.14 可是我們自來水賣出來的話是10塊錢 10.96 我們是虧本在賣出來的 是不是這樣 這也是事實嘛 我們是虧錢在賣 那虧錢在賣的情況下的時候 我們就要看到的是什麼 我們又看到了沒有百姓沒有好好的去節約用水 我們看到的工業 工業用水 大市的工業用水 它的廢水的回收 它這些大型的耗水的工廠 他們是怎麼處理 這個就是我們政府從經濟部 包括這也不是一個自來水公司可以做嘛 你要多元的下去嘛 以前有談到說什麼 要對這個大型的耗水戶是不是 要去徵收它 如果它超過一千度增加百分之十 三千度增加百分之三十 可是增加百分之十才多少錢 才十五塊而已啊 對他們來講不痛不癢 實質上 我們現在看到了 有一個邏輯 院長你必須要去把它想通 我們現在是用全民的納稅人的錢 去補助這些大型的這些耗水的 這些大型的工工廠 等於是因為它 政府是補貼的水錢 讓他們在用嘛 可是這些補貼的錢是誰的錢 這全民的納稅人的錢啊 用這個邏輯讓百姓去了解 然後去如何 今天如果你把水價 一度漲到二十塊的話 你說這些大型的工廠 他們用誰敢這樣用嗎 他們一定會去想盡辦法 甚至於我們政府去輔導 對於所謂的水資源的回收 廢水的回收 我們如何去把它導正過來 這個才是我們現在 要去好好的去檢討的問題 不然不要靠天吃飯 只要沒有雨了 不下雨了 然後我們就 我們就看到了 只看到一個政策 什麼樣的政策 休耕 然後其他看不到 然後你休耕 休耕出來的衍生出來的問題 你說現在的休耕一假地 你賠他多少 八萬塊 八萬塊你是賠給地主 還是賠給工作戶 又不一樣耶 賠出來的錢還不一定 原則上賠給工作戶 然後你工作戶這一邊 他所延伸出來的不是單一的問題 他還有農藥的問題 還有肥料的問題 這些人他的錢怎麼出去的 所以他所延伸出來 還是有他的產業鏈的問題出來 對不對院長 所以說休耕是下下策 絕對是下下策 所以我今天講這個 其實都是這個九年以來 將近這十年來 這個所提過的事情 那你好好的去探討一下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我想跟委員報告一下 我想這個 耗水飛這一塊 我想我們最近是在很認真在研究 然後另外對於大用戶用水 特別是工業用水 我們現在大概也 將來的政策大概就是說 有些當然要發生效果 需要一點時間 我們認為大用戶 尤其是工業用水 我們應該普遍要求他 要自己循環運用了 然後這個循環運用的比例甚至要拉高 沒錯 那然後呢就是說 如果我們這種循環運用的水 甚至於我們希望就是說 這個現在 這個廢水處理場的這些水 就是說從我們都市排出來的 這個下水道的水 經過再處理以後 我們希望將來這個 基本上要接管 想辦法接到工業區去 讓這些工業大用水戶 它本身要循環之外 它的水源也是用 用這個汙水處理之後的這個水來用 我們希望在這個地方能夠 因為以這樣的方式來接的話 我們所需要的接管 相對來講單純 不需要普遍去建中水道 所以我想像這個大概我們 現在大概就定為 我們水利方面的一些基本政策 我們希望都市的廢水 跟工業用水 把它先做緊密的結合 讓工業用水盡量避免去搶 民生用水或農業用水 大概也有這樣一個 我們的工業用水 其實大概佔了將近 大概百分之二十 二十 大概百分之二十 其實在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如果好好的去處理的話 其實有它一定的它的結合效果出來 是是是 我們也是這樣看來 那我們也不一定說 是說我們棒子跟胡蘿蔔兩樣都要齊下 是是是 這樣子才有辦法 因為我有時候我講真的 跟院長齁 有時候在這個地方講這個 有時候你說 回顧一下這些話都是我大概九年前長的 是是是 所以我想像現在我們就利用這個機會 在有些政策的地方 就在基本結構性的 我們先把它做個調整 我再舉個例子 針對一般的民生也好 我們現在建築物有那個拉皮補助對不對 外牆拉皮補助 那我們現在的舊式馬桶 我們的舊式馬桶 這個一沖是十二公升 然後新式馬桶大概它一半而已 那這個也就是節水啊 這個也是節水的一個方向 是 您懂我的意思吧 懂 我們可以去幫忙補助人家去外牆的拉皮 我們當然也可以去補助他們去如何來節水 包括它的蓮蓬頭 對 包括這一些它的 它的一些一般的用水的這一些的器具 是不是這樣 這也是一個方向 對 我們大概也在考慮就是說 將來我們會要求 像這種這個水龍頭啦 或是像您剛剛提到的這個 抽水馬桶等等這些 基本上我們會訂節水要求的規範 你這樣來希望市面上 在台灣市面上賣的 都能夠符合這個標準 沒有啦我只是 院長我只是再跟您提一次 針對水的問題 其實它根本潛在的問題 已經長期以來就是這樣子 可是這長期以來 這一段時間裡面 我們幾乎都沒有什麼進步 那剛剛提的幾個方向 希望你好好的去檢討 這是一個系統性的問題 好不好 那再來一個喔 這個 有人跟我提啦 就是這個 我們現在的觀光 觀光客我們現在的 觀光外匯的收入是非常高 我們將近九百萬多嘛 對不對 這是很大的一筆觀光收支 這是很大的一筆錢 可是有人跟我提 我也覺得滿有道理的 我們現在的退稅 我們現在退稅喔 外國觀光客來 在我們這邊的消費了以後 退稅 退稅是到哪裡退稅 到機場去退稅 然後機場呢只有單一窗口 那這個退稅 他我覺得這個邏輯喔 我這個邏輯 我覺得邏輯很有道理的 就是說 你像日本 他可以就在百貨公司樓上 就可以退稅 那百貨公司樓上 退稅了以後呢 我在這邊買 我在百貨公司樓上 退稅的話 我退出來的錢 我還可以繼續留在 本地消費 結果我到了機場退稅 我退了稅了以後 我把這些錢帶出國外了 這些錢反而沒有在我們台灣本地繼續消費 所以我是覺得就是說 這個退稅的方向跟他的制度 我們是不是可以做一個程度的修正 變成就是說 你觀光客來台灣 你的消費 消費出來的金額 你退出來的金額 繼續留在台灣消費 這應該是有相符的一個效果出來才對 最近有些改善 是不是這樣張部長說明一下 委員的見解 我們非常認同 我們從一百年七月就開始 實施現場小額退稅 那目前特約的營業人 一千多家裡面 大概核定了一百五十 你現在的那是一千塊嗎 大概不夠了 大概這個 五月的意思大概不夠了 你現在是一千塊嘛 你現在是一千塊 一千塊退什麼稅嘛 人家那種是在百貨公司 那種是幾萬塊的 幾十萬在買的 退下來那個稅 再繼續留在台灣消費 那個才有意義嘛 是不是這樣 我們再來研一方關 你們去檢討 合不合理我不敢講 一方面加速也要增加 合不合理我不敢講 可是我覺得邏輯是蠻通的 你讓他繼續把這個錢退回來 在他身上 繼續他本能留在台灣 繼續消費 這才有他的意義嘛 結果你到了機場 退了稅了以後 他坐飛機走了 他那個錢帶出去 帶回他家有意義嗎 對 是不是應該這樣 有道理 這個邏輯你們去探討一下 好不好 因為 我在日本我看到的就是 你只要買了 上到樓上 百貨公司 你就可以退稅了 很方便 對不對 這個你們去探討一下 當然這些都需要 我們現在正在研究 建置委外 用一化退稅 要引進新加坡的機制 好不好 這個你們去檢討一下 謝謝 那另外一個 就回歸部長的 你比較長期在交通的這方面 機場捷運 機場捷運現在年底 到底可不可以完工 基本上應該可以 現在我們大概 機電系統 這個土木工程 這些都已經全部完工 現在就在做營運 機電大概百分之八十幾吧 進度 95 95是不是 對 基本上現在做營運測試 都已經沒有問題了 所以現在 有相當一部分的這個角色 大概是會需要那個 陶傑公司 他們要來 要來 我想現在測試階段 我們就盡量的趕快去把它落實 是是是 它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 因為它畢竟是鋼輪的 對 所以它的噪音問題 講真的 你們現在在測試的時候 周遭的這些的 已經 這些的投訴已經過來 它的噪音的問題 這個以前我就提過了 那為什麼招音會出來 其實當初它在西鎮的時候 它那時候 因為它土鑑的時候 它的整個在結構設計 結構 結構上面它的高度本來就不夠 它預留空間也不夠 所以它的西鎮電片 稍微有做了一個變更 這個以前我就提過了 這個以前在委員會提過 不過我這個還是在提醒你們 它的它的噪音的問題 我們必須要如何去處理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就是 它的那個 旅客月台的間距 現在是250公分嗎 還是270公分 就是 不是有一個那個 它的間距 250公分 這250公分等於就是說 排隊的時候 行李的時候 各方面排隊 它的空間可能不夠 這個我已經可以預估的看到的問題 這個我們交通部 趕快去做一個檢討 了解 包括它未來的出入口 你拉著行李在出入口 它只有70公分而已 大行的那個是殘障的 它只有70公分而已 70公分的話你拉行李就過 不是一般耶 這個不是在搭一般的旅客 這個是拉著行李出國的旅客 會做這個的話 大部分都是拉行李的 你的 你的閘口只有70公分 那個寬度是絕對不夠的 先把問題點出來 你們看要怎麼去處理這個問題 三個問題 噪音的問題 然後再來 它的月台的間距的問題 250公分 坦白講 真的很不夠 因為以現在桃園的現在的一個 一個旅客量 三千 三千五百萬次左右吧 對現在是三千五 三千五五百萬次左右 這樣的一個旅客量 對 如果大家來 來這個未來的我們的機場捷運 使用率一定會很高 在這種情況下 它的月台的空間 已經看出它的問題 包括 我們現在的整個 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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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砸口 現在都已經看到了都是這個問題了 所以我們趕快去檢討 免得到時候問題一大堆 好不好 好 我們先了解一下 好 然後再來 一樣的問題 桃園航空城的問題 我一直跟 跟 跟院長提過 真的 桃園航空城 真的不要去想它 趕快把第三韓戰跟第三跑道 趕快搞定 這才是當破自己 部長會 院長會提了N年 那現在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 北跑道 現在北跑道 整修 又開始整修 又開始整修 剩一條南跑道 對 南跑道北跑道不一樣耶 南跑道 南跑道只有兩條滑行道 北跑道只有一條滑行道而已 光飛機排隊就不一樣了 這個不是單一以前我的一個 南跑道的維修單一問題而已 所以我那時候 我跟桃圭的總經理講說 你想想看 想辦法 趕工加工 家人 家事工機器 該給錢的 該給錢 交通委員會給你背書 那時候我都這樣子提了 然後現在問題是 我們桃園 桃園現在的航空的運量 我講真的 兩條跑道都還不夠 我們真的需要三條跑道 是 那我們現在有方便的第三跑道在那邊 軍用的 那軍用的跑道 擺在那邊我們不用 我們旁邊滑行道坐下來 我們去銜接 馬上就有一條跑道可以用 因為它欠缺的就是 跟我們連接的滑行道 那這個滑行道 趕快去 我們現在桃園航空城 那個是掛在天上的路 那個搖搖霧期 你光我們現在的 現在桃園的第三航廈 跟我們的第三跑道 如果依照現在我們的規劃 我們第三跑道要多少 114年 是不是 現在跟委員報告 我們第三跑道的部分 我們現在已經提前 那麼在做先期的所謂的規劃設計 提前 因為我是覺得是真的有問題 土地徵收的這一部分已經 會配合來做處理 你說提前 提前那個都是一個問號 你們現在規劃是民國 一百一十四年 等於是還有十年 我們還要有第三跑道的話 至少十年 十年還算是順利的 我們的第三航廈 也是在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吧 第三航廈 我覺得第三航廈的重點 還不如來的第三跑道很重要 那你現在原先的第三跑道 我們現在 把原來的桃園航廈 把它弄到上面去了嘛 那你必須要去徵收土地 那你現在已經 政策都已經走成這樣子 那沒辦法 沒辦法的情況下說 要有變通嘛 軍方那條跑道 他或許 對七四七的 或許 未來的330 可能他的起降 或許他 他的衝擊 他的耐衝擊 可能不夠 可能不夠 可是沒關係 用這個第三 用這個軍方的跑道 來做變通 趕快 這條跑道 我們先將就 聯絡到先做出來 然後聯絡到可能要徵收一點土地 我們可以跟民間講嘛 我們先借用嘛 到時候 十年以後這條跑道 也是要廢掉嘛 這條跑道出來了 我們的第三跑道 出來了以後 再把這條跑道廢掉 把它的順序調過來 然後把這個補強加強 我們就有三條跑道 現階段 就有三條跑道在用嘛 我們再來審慎研究一下 不然 這個不是審慎 這個只是 稍微變通一下而已嘛 這個完全 這個才是我們 我們真正要看到的問題嘛 不然的話 你就光一條跑道 互相維修 光這樣子 我們現在 你知道嗎 光現在 從以前 我講真的 這個以前喔 這個跑道的維修 從民進黨 邊預算 邊到現在做了十年啊 做了十年啊 一條跑道維修 十年啊 是到了 我也要肯定一下毛院長 是你在做部長的時候 我們在那邊交通委員會的時候 才開始動起來的 那你現在看到 都已經看到這樣的問題了 拜託 真的軍方這一條可以用 為什麼我們不去用它 因為我們要在這裡了解 軍方的這一條跑道 到底確實承受 可以承受什麼樣的這個 我跟你講 軍方的飛機都在飛了 我們的飛機還不能飛啊 軍方的飛機都在起降 它也不是只有戰鬥機在起降 軍方也有大型的飛機啊 是不是這樣 你說 747 你說330 我同意 那種超大型的 我同意 一般的飛機不能起降 我不相信 然後它的導航燈 它的導航系統 這些我們都可以去考慮的 用這個方面來解決 總比你在等那條遙遙無奇的第三跑道 這個部長 院長 我再一次的提 好不好 我們來研究了 這個才是解決現在我們的 不然你看看 我們現在的 我們三萬五千 三萬五千的人士 我們現在還是逐年的增加 這逐年我們現在回來的時候 只看到看到天空 是一層一層的飛機在那邊盤旋 這個是天佑我們 沒有在天空裡面相撞 就在那邊一層一層的 而且如果依照航管規定的話 它飛機跟飛機的間距 是有一定的間距啊 沒有錯 那你有辦法同時那麼多的城市在那邊飛嗎 有些城市我們都還是違法的 我今天我航空公司都可以告你啊 我今天我光在那邊盤旋那二三十分鐘的郵費 我要告你啊 你們要陪我啊 是不是這樣 這個 這個我現在我只是點出問題 這個我也 我上次我也跟陶基的總經理我也跟他講 我說這個方向是一個方向 趕快去 這樣子趕快 我們現在什麼 什麼桃園航空城對我們來講 那個都是天上的肉先把它丟一邊 我們現在國家門面最急的 機場捷運 第三跑道第三航下 這才是我們現在迫切的 我們這麼多的公關客 我們就看到第一航下第二航下 跟菜市場有什麼兩樣 現在第二航下已經在做扣切的動作 好不好 是 同樣的問題 同樣的問題 松山機場 松山機場現在旅客量暴增 現在六百多萬人次 對不對 已經快接近飽和 已經快接近飽和 那國安道怎麼辦 每年大概百分之十一的 十一的旅客率 往上升 那怎麼辦 那我們的 我們不是有一個什麼計畫 廊道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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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對了 這個以前 院長 你還在交通部的時候 我就跟你提過 空軍那個地方 幾乎現在用也不多了 趕快把空軍那塊拿過來 趕快把一個國際航站蓋出來 國內國外 趕快去區分出來 結果現在你看 雨田機場 人家要國際化的時候 人家怎麼做 先把跑道搞定 先把國際航站搞定 才開始開放 那我們呢 這是套俊你常講的 穿著西裝改西裝 當然很方便啊 下了飛機五分鐘就可以出關 是很方便啊 可是問題 是很方便的 報告院會 本次會議排定直選